中央社记者陈伟霆台北28日疾管署今天公布 入秋以来已有两人染流感过世 都有慢性病史也都没有打疫苗 疾管署提醒 历年流感疫情都在11月下旬升温 高风险族群因打疫苗 卫生福利部及病管治疏统计资料显示 上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达5711人次 整体疫情在低点 自今年10月1日期累计39例流感并发重症确定病例 其中2例今审查与流感相关死亡病例 确定病例感染型别以B型及H3N2为多 疾管署防疫医师黄婉婷 今天在疫情周报表示 上周一名住在北部的75岁女性 有癌症精神疾病史 没有接种流感疫苗 10月13日陆续出现症状 16日入住家户病房 20日确诊感染H3N2流感 11月1日死亡 另一名染流感死亡个案是64岁男性 本身有气喘 在今年9月28日出现症状 10月17日过世 也是确诊H3N2流感 黄婉婷表示年长者 有慢性病者 婴幼儿等都是染流感病发重症或死亡的高危险群 接种疫苗是有效的防护措施 但接种疫苗到产生保护力约要二周时间 借由死亡案例也可以发现 及早接种有助及早获得保护力 目前公肺流感疫苗接种数以超过547万剂 疾管署副署长罗依君表示 6个月至国小入学前 又同级50至64岁 成人疫苗接种率 仍比其他公肺族群低 因应往年流感疫情 约在11月下旬升温 应把握机会尽快接种106万1128